周杰伦首帅自拍猛夸自己 我是一个多么年轻的人 凤凰网娱乐讯 12月11日 周杰伦更新国外某社交平台 首次晒出紫拍照的周杰伦称 我是一个多么年轻的人 照片中周杰伦戴着耳机 七刘海 让人有点怀念他过去的那些造型 想起之前周董发文晒与昆凌合照时 调侃成昆凌为了显得小而把自己的脸cut掉 由于之前周杰伦的照片通常都是他拍 或者要么秀老婆 要么晒孩子 对于第一次在社交平台上 晒厨子拍照的周董 粉丝们纷纷捧场表示 行行行行 你最年轻你最绿 对对对 你说啥都对 分享 咱向晚阅读和结合刁磊在一起了 南方被报已婚有一子来源 闽南网12月11日 有媒体爆出和结新恋情 称情与致命乐手刁磊共宿家中 一同带娃亲密出行 不过报道中还提到 刁磊已有家事 和妻子欲有一子 好妈妈和结的婚姻状况 近期以来备受关注 而其实9月份就有消息 称他与知名鼓手刁磊在一起 摄影师一趟究竟居然捕捉到11月二人 一同带孩子外出的画面 刁磊更是夜宿和结家中 第二天下午4点才离开 和结带着两个孩子上了刁磊的车 之后一行人来到了和结母亲的住所 换了一辆车后离开 和结和刁磊来到了一家宠物店 认真挑选宠物 期间刁磊还把七宝一把抱起来 在看完宠物后 一行人又一起去吃饭 期间在街上逛街时刁磊 还将外套脱下来递给身旁有些冷的和解 看得出二人关系很亲密 刁磊曾为朴素 周迅 郑军 彭坦等知名歌手 录制单曲和专集 现任高齐和超赛乐队 面孔乐队 迪克牛仔 春秋乐队等知名乐队的鼓手 不过报道中还提到 刁磊有家室 和妻子玉有一字 2016年12月 和结和子明被曝离婚 起初双方均时刻否认 后来和结在微博承认离婚 此后 双方处于分居状态 和 结曾在综艺节目中含泪表示 自己不会再结婚了 但依然相信爱情 本月8日和结与贺子明的离婚案正式开庭 据悉和结和贺子明仍未正式离婚 和结希望贺子明净身出户 和贺子明则表示 因为和结的阻止 自己已经四个月未见过孩子 分享 在相关阅读 张艺李晨悼念刁海明 愿天堂没有病痛 一路走好 来源 沈窗综合12月11日 李晨发文悼念演员刁海明去世 并配上一张刁海明生前旧照 愿天堂没有病痛 一路走好 曾经的战友 27号 张艺也发文悼念好友 一路走好 12月9日 在士兵突击中饰演做勇敢的 刁海明 因长期患病导致心理衰竭 抢救无效离世 享年4 5岁 晚期发文悼念 分享 在相关阅读 和解和刁蕾在一起了 南方被报已婚 有一子来源 闽南网12月11日 有媒体爆出和解新恋情 称其与致命乐手刁蕾 共宿家中 一同被娃亲密出行 不过报道中还提到 刁蕾已有家事 和妻子欲有一字 好妈妈和解的婚姻状况 近期以来备受关注 而其实9月份就有消息 称他与知名鼓手刁蕾在一起 摄影师一趟究竟居然捕捉到 11月二人 一同带孩子外出的画面 刁蕾更是夜宿和解家中 第二天下午4点才离开 和解带着两个孩子 上了刁蕾的车 之后一行人来到了 和解母亲的住所 换了一辆车后离开 和解和刁蕾来到了一家宠物店 认真挑选宠物 期间刁蕾还把七宝一把抱起来 在看完宠物后 一行人又一起去吃饭 期间在街上逛街时 刁蕾还将外套脱下来 递给身旁有些冷的和解 看得出二人关系很亲密 刁蕾曾为朴术 周迅 郑军 彭坦等知名歌手 录制单曲和专辑 现任高齐和超赛乐队 面孔乐队 迪克牛仔 春秋乐队等知名乐队的鼓手 不过报道中还提到 刁蕾有家室 和妻子玉有一字 2016年12月 和解和子明被曝离婚 起初双方均时刻否认 后来和解在微博承认离婚 此后 双方处于分居状态 和 杰曾在综艺节目中 韩类表示 自己不会再结婚了 但依然相信爱情 本月8日 和解与贺子明的离婚案正式开庭 据悉和解和贺子明仍未正式离婚 和解希望贺子明净身出户 和解则表示因为和解的阻止 自己已经四个月未见过孩子 分享 在相关阅读